嗨,大家好呀,今天老妈来做一个香酥美味的发面千层饼 这个是老妈提前发好的面团 里面有很多蜂窝状的气孔就发好了 在案板上撒上一些干面粉 把发好的面团拿出来揉搓排气 多揉一会儿排进里面的空气 揉好的面团把它分成两个大小均匀的面剂 拿一个小面剂像这样把它揉圆按扁 用擀面杖把它擀成稍微大一点的圆面饼 像这样就可以了 擀好的面饼上面抹上一点食用油 再撒上一点盐 撒上一些花椒粉 最后再来上一勺辣椒酱 用手把它摊平摊均匀 涂抹均匀之后 在上面撒上一把葱花 全部做好之后 再用刀子像这样把它切上花刀 切好之后 从小块的到大块的把它折叠起来 最后大块的留着 把整体的这一个面剂包起来 用手把它调整调整 团圆按扁 再用擀面杖把它擀成一个圆面饼 像这样就可以了 变饼盛里面抹上一点食用油 不热把老妈做好的烙饼放进来 盖上盖子 中火烙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打开盖子 可以看一下它已经发起来了 把它翻个面 里面一烙的金黄 非常漂亮 盖上盖子再烙三分钟 把它烙至两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今天老妈这个发面千层饼就做好了 来切开看一下 这个是我老妈今天做的发面千层饼 香酥美味特别好吃 然后再来切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